甲门骑士电王作为动用的亲儿子 平成最大的毒瘤 他的人气常见居于榜首 同时电车四傻而出现 一样二叔陷入到最疯狂的噩梦中 今天阿峰就盘点一下电王的所有形态 第一 月台形态 初次登场于TV的第一集 据说梁太郎作为天选之子 意外减到骑士通行众 也正因为他遇到了一魔神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梁太郎在黑字导师的帮助下 弱弱的喊了一声 不愧是史上最弱男主 变身还需要女主帮忙 月台形态为电王的素体形态 整体看上去非常干扁 无任何特殊能力 体能方面也只是少量提升 所以他完全没有什么新手保护器 全程要不是被揍 要么就是在被揍的路上 而且因为主体是由梁太郎控制 所以战斗力远超下限 可以说别晾线骑士都大吉 第二 圣剑形态 同样也是在TV的第一化登场 为剧中的主要形态 当梁太郎按下电王腰带上 第一颗红色按钮后 再将骑士通行众刷过电王驱动器 就能变身完成 圣剑形态全身积色为红色 由陶塔罗斯控制 是所有形态里最弱的 无论对手如何强大 都不能被打得解除变身状态 同时他也是所有形态里脾气最暴躁的 总是把老子挂在嘴边 擅长近身战 用极强的格斗技巧 此形态下的必杀技为极限斩击 分别以帕的1至帕的5秘密 不过陶子数入时总是会跳过4 所以导致这一系列是没有帕的4的 这一设定果然很陶子 米斯达觉得很赞 最值得一提的其实是他的骑士梯 每次释放前都背对着敌人 等到对方靠近时才抬叫气象敌人 此时某位行厅之道 总是一切的男人 默默抬起了识字 第三圣甘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的第六集 在梁天狼即将因此时 由普塔罗斯附身崭新出的细形态 在按下电王腰带上 第二颗蓝色按钮之后 再将骑士通行证 刷过电王驱动器就能变身完成 总体面相和隔壁的G3相差不大 果然神圣就是一个亿 此形态的必杀技为固形攻击 发动前普塔罗斯会将圣杆 像鱼叉一样发射 在敌人身上固定出一个 类似硅甲的标记 使敌人无法行动 最后由电王释放机制T 其余最后一击 第三胜负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的第十集 梁太郎被金塔罗斯附身后 解锁的新形态 属于力量型的战士 原型为日本童话中的金太郎 身体为黄色的大熊 变身前由梁太郎 按下电王腰带上 第二颗蓝色按钮之后 再将骑士通行中 刷过电王驱动器 就能变身完成 此形态具有很高的破坏力 但行动速度较慢 且攻击距离更小 战斗时有掩门了金塔罗斯控制 导致战斗风格 为承球的硬碰硬打法 击皮杀技是将电剑猎者投至空中 随后跳高抓住敌人 劈身两劫 第四圣枪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的第十三集 梁太郎被龙塔罗斯附身后 解锁的新形态 属于ADC型的战士 其名字来源于日本童话角色 神龙之子太郎 代表色为紫色 拥有催眠操控他人的能力 他的性格 更偏向于天真的孩童 擅长跳街舞 在剧中唯一的败迹 就是输给了凯 被桃子称为乳秀未干的靓仔 而他加入主角团阵营的原因 也很奇葩 他是被梁太郎的姐姐所吸引 改变了原本想干掉梁太郎的想法 开始走向 成为他姐夫的道路 此形态凭借射击武器的优势 这时肩部的两个球体 也会一同发出能量波 第五 生意形态 是梁太郎被齐格附身后 解锁的特殊形态 其名字来源于芭蕾舞剧 天鹅湖中的王子齐格飞 代表色为白色 齐格在一魔神中 属于特别的存在 其他一魔神 对于自己回到过去的原因 多少有点印象 但他却忘了一干二净了 齐格拥有把其他一魔神缩小的能力 且精神力极强 被他附身的 几乎不会因为外力被强制分开 在占有梁太郎身体期间 作为长客的陶塔罗斯 都无法进入 而且因为他的特殊性 东映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款专用腰带 身为高位优雅型的战士 他的速度和跳跃力 都远超前四个形态 以首辅和飞镖为武器 释放必杀前 两半武器分别投射出去 之后在取回飞镖模式的同时 再用首辅进行斩杀 第六 顶级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第28集 通过陶浦金龙四人配合 电王腰带和骑士通行众组合变身 此形态堪称是二十个噩梦 因为此形态的逃步金龙 能够自由控制自己的身体部位 导致出现各种兴奋场面 战力方面 此形态的各方属性 都略高于电车形态 此形态下 电王用了四个必杀技能 分别是 塔塔罗斯的极限斩机Pro版 波塔罗斯的音速梯 龙塔罗斯的爆裂猛击 以及剑塔罗斯的爆裂怒吼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剧场版轨岛的战舰中 此形态又有了强化版 在原样的基础上 加了奇格 可以使电王能够进行高空作战 其释放必杀前 由奇格展开背后的翅膀 飞上高空 随后将所有人的力量 集结于右脚 自上空释放音速梯 破坏力高达50吨 第七 列车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第36集 是梁太郎将骑士通行中 嵌入电甲面升剑后 变身的电王最终形态 此形态由于是梁太郎为主导 导致列车形态的战力 人为顶级形态 其必杀技被梁太郎命名为电车斩 释放前 陶制圣剑的刀身 伸展出列车轨道 最后由梁太郎站在轨道上 化身列车 释放出一道零气刃 第八 新电王 初次登场于剧场版 再见 小明骑士电王 由梁太郎未来的孙子变身而成 也被称为未来的电王 此形态造型上 和全城电王没有太大区别 全身以蓝色和银色为主 用红色赋眼 此形态附身的一魔神 都是以武器模式进行战斗 当然其武器还是以桃子为主 这一把具有火焰特效的大剑 必杀技为强力冲击骑士体 第九 迷你电王形态 初次登场于剧场版 小明骑士电王 老子诞生 陶大罗斯附身的小学生 小太郎解锁的迷你形态 此形态和圣剑形态 没有太大区别 同属于性格火爆型战士 虽然造型上 和圣剑电王没有区别 全机力 低力和特外力 也变为原先的一半 以上就是电王的全形态盘点 我是阿风 我们下期再见